大家好,我是冬夜走橋的鮑勃 京都市大家來日本旅遊的必訪城市之一 在這又充滿歷史風情、購物、美食的古都 包含周邊的城市或景點,可以連續玩好幾天 本支影片鮑勃就帶大家來想京都以及周邊區的五天四夜遊吧 對了,這次鮑勃不會介紹飯店 推薦大家就住在京都車站附近的旅館 離大景點交通方便 那我們就來第一天的行程吧 金閣寺金色的設立店 改變日本歷史之處二條城 日本禪宗最高寺廟南禪寺 京都真是歷史寺廟迷一雕潮深的地方 對了,這裡也是美食天堂哦 光是超過一千年歷史的小吃店 就讓大家想一探究竟了吧 就讓鮑勃帶大家拜訪京都歷史建築 以及百名店的餐廳吧 我們一早就前往京閣寺 如果從京都車站出發的話 可以搭地下鐵道北大陸後轉公車 大概35分鐘就到達京閣寺了 為了避開人潮我們就早上9點進寺廟吧 京閣寺正式名稱叫做陸苑寺 新月1394年 由幕府將軍足利益滿建造 並於1994年以古都京都的文化財 被拿入世界遺產中 境內本身大概有13萬平方米 也就約4萬平的大小 也許多可以觀賞區域 但一定不能錯過的是 約2000平大小的鏡湖池 搭配1955年重建完成的設立店 全店外幣金光閃閃的金箔 是1987年全面喚醒的 如此的特色也成為京都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之一 舉世文明 拜訪完金閣寺之後 我們散步個約20分鐘左右 來到了金宮神社 神社本身有超過1000年的歷史 是以戀岸運文明的神社 拜訪這個神社的最大的理由之一 是於是已經開業1000年 跟著金宮神社一起建立了日本最古老的小吃店 也是塔菲勒古百名店的一文字屋和府 名產是阿布莉餅 是用炭火烤過的一口大小糰子 撒上大豆粉跟白味噌醬還蠻好吃的 離開義文子屋和府後 走路交上大公車大約25分鐘 我們來到了世界遺產之一的二條城 現在大概上午11點半左右 二條城建成了400多年 是江戶幕府第一代大將軍 德川家康 或守護京都獄所 還有到京都拜見天皇住宿的地方 同時這個地方也是江戶幕府結束統治 將政權移交給天皇的所在之處 城內規模算是蠻大的 但由於我們今天的行程很多 我們就走官網介紹的快速路線一個小時 主要拜訪國寶二字碗玉墊 總共有33個房間 共1000坪 由於內部不能照相 就讓大家自己去體驗囉 每年春天此處夜間都會有櫻花燈光秀 如果大家剛好春天這時候拜訪京都一定要去看看 離開二條城我們走20分鐘 來到甜點百米店 Assemblages Kakimoto 進到時尚的用餐區域 點了這家店的經典巧克力 L'Enchardon Japanese Garden 在巧克力球上面 淋上熱騰騰帶火的白蘭蒂 等到巧克力融化之後 裡面出現的是冰淇淋 跟酸酸甜甜的莓果 這種能吃的藝術品 真的是好吃又好看 在這裡休息一下 現在大概下午一點半 早上跟剛剛都吃過一點東西 所以我們就先不吃正餐 直接走路跟搭公車約25分鐘 我們來到西元1291年 創建的南禪寺 這裡為日本傳宗最高寺院 作為空、無像、無座、三解脫門的三門 為江湖時代建造的重要武化財 非常的氣派 也可以經過法堂看國寶方丈 另外很特別的景點 是紅磚建造的書水 是明治23年所建 會將琵琶湖湖水引進京都市區 也是一個拍照打卡的景點哦 從南傳室走個5分鐘 可以發現一下超美的Blue Bottle 整個風格絕對不出京都知名的二年版星巴克 大家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跟吃點點心 從藍瓶咖啡走10分鐘 我們來到平安神宮 雖然相對京都其他寺廟算是比較新 但是其美麗與壯麗程度也非常值得拜訪 神聖是西元1895年 為了紀念平安京 誕辰1100週年所建造的 現在時間是下午5點半左右 我們來修個正餐吧 我們來到京都第一名 也是塔貝勒谷百名店 Google 4.4分 Bobbo最愛的烏龍麵店 山元麵葬 因為這家店6點多就關門了 所以我們才刻意不去中餐 早點吃晚餐 手打烏龍麵真的是Q啊 煎雲沾下也是純天然 炸嫩雞熊肉超級多汁 炸牛肉也香甜好吃 服務態度也很好 有中一文菜單 真的大大大推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的行程也大致結束了 但如果大家還閒早 可以搭公車約10分鐘 3條4條內逛逛街 購物一下囉 期待第二天的行程 位於山中的貴船神社 夏天的穿床料理 以及冬天的雪景 讓人深深的著迷 搭配世界文化遺產的夏鴨神社 以及天皇牽制東京前的居住地 京都寓所 最後再搭配下午的鴨川 以及附近的逛街跟晚餐 這麼多的景點 看起來一天沒辦法玩玩 但由於交通不會太困難 就讓鮑勃教你怎麼玩吧 我們一早出發 到達出丁柳車站 達成瑞山電車安馬線 一路到達貴船口 搭公車會比較快到貴船神社 鮑勃夏天取材的時候搭公車 但冬天取材的時候遇到下雪 就邊走偏看雪景 真的頗浪漫 貴船神社所祭拜的 Takaoka no Kami 在日本一千多年的古史、古紀事 以及日本書記中都有出現過 是日本神話裡的水神 帶給眾生賴以生存的寶貴水源 這個神社總共分成三個部分 本宮有知名打卡景點 美美的階梯 爬完階梯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神社也是繪馬的發翔之地 另外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有趣的水占譜 抽完籤後把籤文紙放在水中 文字便會慢慢跑出來 看不懂日文的話還可以掃QR碼看翻譯 結社就是求姻緣的聖地 像鮑勃夏天是單身狗 冬天就交女友了 感覺真的有點靈驗 奧宮就是貴船神社創建之處 被森林環繞 環境非常優美 逛完神社之後 在吃飯之前可以來杯飲料休息一下 我們來到裝潢時尚的冰味Cafe 在這裡點個抹茶牛奶 跟日本甜點Monaka吧 我們就在貴船的穿床上吃個中餐 這裡周遭大概有二十幾家餐廳提供穿床料理的服務 簡單來說就是在河的上方放置一個平台 然後就在平台上用餐 跟鴨川夏天的納涼床差不多 但是貴船的穿床離合更緊 我們這次挑選的Benia位於貴船料廳街最前方的位置 距離其他餐廳都有點距離 比較不會有前後都有餐廳人幾人的感覺 料理的部分是用當地的魚以及山菜 所做出來的金蕙席料理 從前菜、湯、主菜到甜點非常的豐富 不同的價位也有不同的菜色 大家可以查查官網 冬天的時候沒有穿床料理 我們可以吃吃看Nakayoshi的豆腐鍋 暖暖的很好吃 我們用跟去城相同的方式回城吧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一點左右 我們回到出丁柳車站下車 來到了夏鴨神社 夏鴨神社也是賀茂御祖神社的通城 夏鴨神社也就是位在知名鴨川的南邊 另外有趣的地方 日本神話中鴨川的源頭為貴船神社 所以說我們今天的一日遊 某種層面可以說是順著鴨川往下玩喔 神社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據說有2000年的歷史 然後1300多年前天舞天皇時期 完成了第一個建築 境內有兩棟國寶的建築 以及31個重要的畫材 是非常歷史意義的一個神社 在玉手喜舍有一個流出清水的小河川 在這裡也可以體驗跟貴船神社一樣的占卜 Mizumi Guji 另外紀念的河河神社有很可愛的奇緣會碼 叫做禁會碼 看大家創意畫出不同的臉龐 真的很有趣 離開夏鴨神社我們走到伊西漢吃個甜點 伊西漢的阿蜜之冰 使用高級的抹茶蜜 搭配白玉、小豆、還有雙麒麟 寒天QQ的食感更有加分的效果 稍微讓腳休息一下後 現在時間大概是將近下午三點 我們走到伊西漢附近的大景點 京都寓所 簡單來說這裡就是以前的皇居 從北朝開始到1869年 遷都東京前的歷代天皇都住在這裡 整個區域大小約11公頃 自從建立後經過多次整修 目前看到大部分的建築都是西元1855年前後整修完成 可以在這裡花一個小時連同京都御苑一起參觀 時間已經接近傍晚了 我們往鴨川河畔三個步 往三條的方向走 土有點酸的話就在河畔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河畔邊的清涼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在三條跟四條這裡度過吧 肚子有點餓的話可以走到井市場 這裡又被稱為京都的廚房 有400年的歷史 在390公尺的市場有漁獲、生鮮蔬菜 以及各種不同的小吃 正式吃晚餐之前就在這裡吃點小點心吧 反正今天走那麼多路 吃多了也不會胖啦 哈哈 這一帶也是京都血兵的中心 大家可以亂走一下買個紀念品 晚餐我們就在鴨川旁的仙斗丁找個餐廳吧 這裡是一條長500公尺的細長巷子 是京都著名的花街之一 有超過150年的歷史 包補很喜歡這邊的氣氛 來京都旅遊的時候就算不吃晚餐 也會特別到這邊走走 我們晚餐旋是The Mi Masiya 算是基於京料理的創意料理 味道不賴也蠻適合外國人嘗鮮的 吃完晚餐大家都應該已經累到爆炸了吧 但如果有人把咖啡當水喝 晚上睡得一樣甜的人 包補推薦咖啡百名店 Elephant Factory Coffee 是一家開到深夜一點的文青咖啡店 起司蛋糕真的非常好吃 當成一天結尾放鬆的地方 旅遊來到了第三天 世界遺產東大寺為奈陽旅遊的必訪景點 周邊的春日大社以及新福寺 皆位於奈陽公園內 而位於京都宇治 除了有好吃的抹茶以外 也有世界遺產一部分的平等院 桃山有差有氣氛的老街 福建道歐大社 有讓觀光客趨之若露的千本鳥居 這幾個地方雖然聽起來還距離很遠 但其實都在奈陽線上 可以順順的當成完美的一日遊喔 我們一早七店左右就從奈陽開始 早點展開行程比較可以避開東大寺的人潮 所以前一晚可以坐在車站附近的飯店 然後直接吃這裡的早餐 我們第一站就先走去奈陽公園這一帶 看歷史建築吧 東大寺與西元七二八年興建 距離已有1200年的歷史 境內有八處建築 與昭和以及平城沿間 被指定為國寶 大佛店是現今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築 正面寬度57公尺 升50公尺 現存的大佛店是西元1709年的建造完成 而內部的大佛約15公尺高 第17年而完成 南大門應該是看大佛之前的必經之路 原本的南大門與平安時代被大風摧毀 現存的於西元1199年 由崇原上人重建完成 門高約25公尺 非常的氣派 國寶二月堂奉寺十一面觀音 原本於西元1180年完成 但已經戰火二次存毀 後於1669年重建完成 並於西元2005年被指定為國寶 在東大寺旁的春日大社 是距近1300年前 奈良建築之時 由慈城縣的鹿島神宮 迎接五望垂命神像 來到神山玉蓋山的山頂浮雲峰 聽說五望垂命是騎著一從白鹿來的 所以至古以來鹿 就成為神的四重受到良好的照顧 春日大社本身也是全國 一千個春日神社的總本社 境內非常的幽靜 而且被綠樹所環繞 非常適合散步 距今有1300年歷史的 辛福寺境內的五重塔 也是代表那樣的地標之一 於西元1426年重建 國寶東京堂 於西元1415年建立完成 內部有蓮倉平安時代所建造的 具有歷史意義的國寶雕像 現在時間大概十點半左右 我們到奈良公園附近的商店街晃晃吧 這裡有一家非常有名甜點版名店中古堂 這就是職人現場高速打麻糬給你看 不要以為這只是普通的作秀而已喔 聽說這種製作方式 可以讓麻糬吃起來更軟Q 吃遍日本甜點的鮑勃 也點了一個現做的艾草麻糬 口感Q彈 想像甜甜的紅豆 真的很好吃 離開奈良我們坐車40分鐘 來到了宇治 來拜訪一下平等院吧 平等院國寶鳳王堂 於1053年建造完成 將近1000年來幸運逃過戰火而保存至今 由於具有歷史意義 在新月1951年被日本指定為國寶 建築的屋簷上有兩支鳳凰 也是鳳凰塔名稱的由來 能夠襯托出鳳凰塔美感的最大工程 就是於平安時代完成的平等院庭園 春天的時候有櫻花 夏天的時候有蓮花可以欣賞 星巴克京都宇治平等院表餐道店 就直接開在平等院的旁邊 室外室內都很漂亮 在櫻花季的時候來訪 可以在日式庭園喝咖啡賞櫻 現在時間是中午時間 我們就在這裡買個三美之蔥機一下 在平等院的對岸走入約10分鐘的路程 就是另外一個國寶建築宇治上神社 本店建於平安時代後期 實現存對古老的神社建築 另外旁邊的國寶拜殿 建立於蓮艙時代前期 最近800多年前完成 雖然宇治上神社 比較起其他知名的神社 可能少了一點豪華感 但因為歷史的重要性 當這兩棟建築 於1952年被指定為國寶 也在1994年被指定為世界遺產了一部分 從早到現在已經吃了不少東西 但感覺還可以再來吃點甜點 中村藤級本店 是一家已經開160年的老鋪 本店是明治時代的茶商宅邸 非常有特色而且景觀很好 我們點了余智本店限定的 馬路透巴菲 火雞茶生茶Jelly 還有剉冰 甜點裝在竹子裡面 真的超有感覺 而且份量很大 每挖一口就有不同的驚喜 再喝一口現泡的茶 真幸福 吃完下午茶現在大概四點 我們搭乘15分鐘的車子 從宇治來到桃山站 如果愛喝酒的人應該知道 月桂冠的日本酒 福建就是這裡月桂冠本社所在地 但無論喜不喜歡日本酒 這裡的酒葬老街 也非常適合散步跟拍照 四田屋是版本龍馬曾經住過的旅館的舊址 對江戶末期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拜訪這裡 那我們在桃山這一區 大概待個一個小時左右 現在大概下午五點出頭 我們從桃山搭乘兩站五分鐘 來到道河站 也就是世界知名福建道河大社所在地 這裡二十四小時都可以參觀拜訪 所以晚一點到避開人潮或許也不錯 這裡起源於西元711年 是全國共有三萬座道河神社的總本宮 據說是關係西年參拜人數最多的地方 包含西元1499年重建的本店 今年有不少中歐文化財 這區最有名的千本鳥居 是從江戶時代開始參拜者捐獻鳥居給神社 而這些鳥居就駕駛在本店通往道河山山頂奧社的路上 形成差有美感的景色 怎麼樣拍都漂亮 拜訪完福建道河大社 大概也是晚餐時間了 我們搭乘兩站五分鐘 來到京都車站附近 晚餐也吃個拉麵吧 如果要說京都最有名的拉麵店之一 那就非本家第一序塔嘎巴西的本店莫屬了 這家店真的是永遠大排長龍 可能也是會太知名了 營業時間也直接從凌晨開到深夜 塔嘎巴西已經開了五十多年左右 使用脂肪飽滿的國產豬肉 跟福建產的老鋪醬油味道和湯底 十分的搭配 麵本身使用優質的小麥粉 吃起來的味道非常的順口 雖然大家應該都已經累到爆了 但如果僅存一些體力的話 推薦回飯店之前 看看京都車站的夜晚 如果百貨公司還沒關的話 可以趁機爆買一些紀念品 京都車站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品 大家可以在車站看一下夜景 跟車站的建築工藝 我們的一日遊也在車站的夜晚中結束囉 來看第四天吧 提到京都就不得不提清水寺 以及周邊的整個大景點吧 但為了讓京都有更多元化 早上我們先拜訪去京都車站 大概五十分鐘車程的 位於滋賀縣的國寶 燕根城吧 我們預計早上九點左右到達燕根城 燕根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一千六百年 由當時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將 也是德川四天王的錦衣執政下令建造 於西元一六零三年開始動工 前前後後總共花了二十年左右才完成 現在看到的燕根城 基本上保存了四百年前的樣貌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1952年天守也被列為國寶之一 然後也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少數的城堡為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燕根城就蓋在燕根車站旁 到了車站大概走個十分鐘 就可以到達燕根城的園區 先欣賞一下護城河跟伊羅哈松樹 以及十八世紀完成的中藥化財 燕根城二之丸左河口多紋亞格拉 從表門山到一路往上爬 可以看到中藥化財燕根城天秤亞格拉 是一個緊急使御敵用的朗夏橋為中心 左右對稱了建築物 再通過一小段階梯就可以看到天守閣了 這裡的吉祥物宴跟苗每天會出現在城堡三次 運氣好的話就可以看到這隻可愛的貓喔 天守閣雖然規模不是很大 只有三層樓,21公尺 由不同屋簷設計的樣式集合而成 十分有特色 我們就登上天守 圓跳琵琶湖的景色吧 離開天守後往前走 來到中藥化財燕根城西之丸三重亞格拉 這裡是防止西面敵人攻擊所建造的樓層 景色非常好 也可以遠眺琵琶湖以及天守閣 如果有點時間的話 還可以走到明聖玄公園 這也是第三代城主於西元1677年 花了七年建造完成的庭園 也可以遠眺燕根城 回到京都大概是中餐時間 我們來試試看京都的名物壽司 青魚壽司吧 位於京都四條的一株 於西元1781年看夜 非常有歷史 青魚壽司 就是將青魚泡上醋後 重複堆疊後再加上昆布 吃起來味道酸酸的 滿適合夏天吃 吃完中餐之後 我們就去清水寺吧 清水寺應該是京都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除了寺廟本身富含歷史以外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之後變成二年版三年版 也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喔 清水寺離清水五條站 走路約25分鐘的路程 但也可以選擇從七元四條走過去 雖然會走比較久一點 但可以經過古堡八版陳設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等等的景點 清水寺開創於西元的七七八年 距今也有超過一千兩百年的歷史了 境內約十三萬平方公尺 大概有大岸森林公園一半的大小 包含了國寶在內 總共約有三十個大大小小的文化財 那國寶本堂採無墊頂 或是日文的寄凍罩 是中國、日本、朝鮮古代建築的一種屋頂樣式 因為本堂懸罩在英語山上 不用任何一根釘子完成 是一個極難達成的工藝 本堂突出來的一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清水舞台 高約13公尺 大概是四層樓高 與1633年再建造完成 原本主要是當成日本的傳統表演藝術場所 現在大部分的時間則是用來當觀景台 日本的諺語從清水舞台跳下來 就是比喻要下定決心做出行動的意思 境內還有很多大家常在網路上看到的知名建築 人王門就是清水寺的正門 於16世紀建造 高14公尺 寬10公尺 是中華文化財 奧之院跟本堂一樣 於1633年重建完成 也是玄造在英語山上 也是中華文化財 也有一個舞台可以觀賞京都的美景 在奧之院的正下方 是另外一個知名景點 英語瀑布 參拜者會在這邊裝水洗淨身心跟許願 景陵清水寺是另外一個有名的神社 叫做地主神社 也是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建築介於1633年建造完成 也都是中華文化財 可以在這裡求戀愛運喔 清水寺周邊有很多不錯的茶屋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休憩喝綠茶 讓我享受甜點 真的是體驗日本的極致 鮑勃推薦一家在茶碗版的Satsuki亭 於明治18年開幕到現在 已經超過130年的歷史 可以遠眺清水寺的重要文化財三重塔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 以及清水版 因為是通往清水寺的參拜道路之一而繁榮興盛 一路上有很多土產店 茶店 以及住宅 搭配著美麗的石階跟石牆 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鮑勃二年版最推薦的地方就是星巴克 這家星巴克是全球第一間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果然聽到這個就讓人家想一探究竟吧 這家星巴克是由古名家改建 建物本身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 一樓主要是點餐還有取餐 二樓則是榻榻米的專區 運氣好或是避開人潮的話 就可以坐到那邊喝飲料喔 建議大家傍晚來訪 除了可以看到白天的二年版 到了晚上的時候還可以看一下咖啡店外觀的打燈 也可以趁晚上其他店家都已經結束營業的時候 再沒有什麼路人的二年版三年版散步 體驗一下悠閒的京都夜晚 如果晚上運氣不錯的話 可以走到一年版附近的高台寺 春夏秋冬某幾個時段會有夜間的特別慘敗 晚上的打光真的非常的精彩 有的地方還會有燈光秀 慢慢在室內走一圈大概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很值得 晚餐我們回到三條四條這一帶 吃一家大陣初級又創業的鰻魚飯 金吉卡內歐 店鋪保存了當時的建築 所以光是店鋪本身就很值得拜訪 鰻魚飯加了大份量的蛋在飯上 掀開蛋之後可以看到鰻魚及白飯 有趣又好吃 明天又最後一天了 充滿精度氣氛以及自然美景的藍山 日本最高能募造建築東寺的國寶五重塔 東西本院寺 看到京都城市封解的京都塔 以及可以讓你待上一整天的京都車站 我們第五天的行程也是一樣精彩 我們早上八點左右從京都車站坐車十五分鐘左右就到藍山 藍山應該是聊到京都旅遊一定會提到的一個大景點 好山好水而且好有歷史 而且景點大多數走路就可以到達 鮑伯今天就來簡單介紹藍山一部分的必訪景點吧 藍山位於京都市的西部 是一座標高400公尺的小山 但廣義來說橫跨貴川的杜月橋左右兩岸周邊 都稱為藍山 這一區是平安時代 也就是西元八世紀以來 許多貴族別裝的所在地 於1994年被拿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天龍寺 是由族立尊士為其後醍醐天皇名符 於立英二年1339年所建立 很可惜由於多次遭遇火災 所以現在看到的各大堂 經緣明治時期之後所重建 寺廟的腹力非常的大 而且四季都有各自的美好 鮑勃拜訪的時候是初夏 剛好可以欣賞到可愛的繡球花 另外可以拜訪天龍寺規模最大的建築物 方丈室 坐著欣賞對面日本最早指定的 歷史遺跡特別名聖 曹元池 日本感十足 藍山這一帶還有許多風景優美的寺廟 那鮑勃這裡就不一一介紹 等大家自己去發掘囉 想到藍山大家應該也會聯想到藍山竹林吧 也是京都最具標誌系的景觀之一 雖然只有短短200公尺左右 但密集又高聳的竹子 讓它彷彿置身在一個不同的世界 金服電器鐵道藍山站周邊 有不少商店以及餐廳 建築也非常的復古 也可以看看知名打卡景點 有禪的光臨 有機會一定要晚上來看看 從這裡散步到杜月橋提會一下平安時代 貴族邊散步 邊看貴川河水的悠閒風雅氣氛 真有日本感 如果走累了也可以拜訪藍山最知名的咖啡店 Percent Arabica 坐著喝杯飲料 現在大概是中午 我們搭車回京都車站來吃個中餐 我們來吃京都車站附近有名的 辣麵百名店興福菜館 家店已經開業八十幾年了 特色非常深色的醬油 但味道很鹹 茶燒非常軟嫩好吃 吃完中餐 我們前往車站附近的必訪國寶東寺 距離京都車站走路約15分鐘的東寺 應該是京都地理位置最方便的國寶 同時是市區的賞一名所之一 是一個都已經來京都了 真的不去很可惜的景點 西元794年 日本首都牽制京都 首都的大門口有個巨大的門 入口的東邊跟西邊都各有一個巨大的寺廟 雖然西邊的寺廟已經不復存在 但東邊的寺廟東寺 就在此屹立不搖的待了超過1200年 雖然東寺的主要建築經過多次地震跟火災損毀 但重建之後的建築都保持原有創建時的模樣 在寺廟中散步 有著回到過去平安金剛創立的時候的感覺 東寺有四棟國寶建築 但按與取材時間 Bobbo只拍攝了其中兩個 東寺的金堂重建於1603年 是寺院內最宏偉的建築物 融合了日式跟印度的建築樣式 非常有特色 與旁邊的重要文化財獎堂一起觀賞 真的很有莊嚴感 在823年 天皇將東寺鎮宇給空海 而其將東寺作為密教的道場 金堂跟獎堂內保有了非常多的寶物 建議大家有時間一定要進去看看 那由於內部禁止拍攝 大家知道自己實際去看囉 國寶五重塔是那場供奉佛陀設立的建築物 也是日本第一高德木造建築 高達55公尺 最初五重塔是為九世紀建立完成 後來經過四次燒毀 現在的塔斯魯代木 為1644年建立 搭配春天的櫻花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走遠一點到庭園拍攝綠樹 櫻花、金堂、五重塔的美景 逛完東寺現在時間大概下午3點左右 下午到晚上的行程 就在京都車站這個周邊逛逛吧 西本院寺正式名稱為龍虎山本院寺 由於位於東本院寺的西邊 久而久之就被人稱為西本院寺 建於1591年 近年有許多國寶建築 也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東本院寺建於西元1602年 正式名稱為真宗本廟 但由於位於西本院寺的東邊 久而久之就被稱為東本院寺 算是戰國時代與西本院寺分爭後 分家出來的寺廟 東本院寺曾經在江戶時代發生火災 而四次損毀 現在看到的多數建築 都在明治時代重建而成的 京都塔就位於京都車站對面 算是京都最知名的地標之一 於西元1964年啟用 本體高131公尺 大家可以乘坐電梯 到100公尺的展望台看風景 由於京都市區沒有高樓大廈 所以可以毫無遮蔽地看京都的國寶喔 我們最後回到京都車站逛逛 四代木爾京都車站於西元1997年完成 為京都市的玄關 每天使用人數共60萬人 除了搭車人數很多以外 京都車站也有飯店 百貨公司 觀景台 以及美食街 玩個幾個小時絕對沒有問題 晚餐我們就在車站內的ハシタデ用餐 這家店在日本 愛用的食べる具拿到了高分3.77分 在Google Maps也有4.1分 料理是以丼飯或是麵類為主 算是有很多經典菜色的日本料理店 味道非常的柔順好吃 鮑勃特別喜歡他們的鯨魚壽司 不會太酸 然後可以吃出淡淡的飯的甜味 一家店做一日結尾真不來 這次精彩的京都五日遊也結束囉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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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ed有很多物質 我們就不會太酸了